一百零四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進入到第二天賽程 網球部分 公開女子組雙打最矚目的焦點 絕對就是台灣師大的 謝淑穎和陳彥霖 前者不但是寶島一姐謝淑薇的妹妹 更是二零一四年佛羅里達美網賽 雙打冠軍 和她的搭檔陳彥霖 實力同樣不容小覷 分別在兩千零八 一零一二年四圍盃全排賽封後 兩人為了衛冕全大運雙打冠軍 特別提早進行訓練 增加彼此間的合作默契 我覺得最近我們的訓練有越來越好 就是調整啊然後越來越好 緊張其實應該不管打哪一場球都會有啦 對啊目標當然是要放遠一點 當然就是放在金牌 謝嘉宇努力累積比賽經驗 不論是佛羅里達美網賽 或是國內的海碩杯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能像姊姊謝淑薇一樣 成為一名世界級的網壇女將 跟姊姊比的話我還差了一截啦 對 但是對於自己來說算是一種突破吧 接下來的目標跟方向就看排名 能不能夠再往前攀升到百名內 對啊 挑戰世界絕對是每位台灣網球選手的夢想 曾在國中時期入選四少代表隊 高一就選擇出國打職業網球的陳衍玲 雖然沒辦法打響名號 但那段辛苦的過程也讓他成長許多 本來其實有一點點沒有打職業的時候 有一點不太喜歡打球 然後就是教練這邊也就是給我很多 然後又為了師大金牌 然後所以就是又找到想要冠軍的動力 時起球拍 謝淑穎和陳衍玲 一同在全大運並肩奮戰 不單單只是為了金牌奮戰 還碰撞出兩人隊網球的熱情 回來體育新聞 郭登陽 黃廠豪採訪報導